今天要介紹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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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姐跟CINDY 今天帶來 這支 小邦的 之前有人一進門就問我說 老闆你可以推薦雪松嗎 我喜歡雪松味道 那 因為我知識不夠 所以不曉得這一支 是一個可以推薦的 那今天我們來拍這支個影片 我們也沒聞過 對 我們也沒聞過 但我覺得這個系列 評比我覺得都還不錯 都蠻好的 香味都還不錯 上次我們有拍一個皇家乳香 那個也是相當的道地 相當的經典 而且我剛看了一下他們的香調 因為我們想要拍這支還有另外一支 也是小邦他同一個系列 其實都是大師調的 就是有一支是 阿伯特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唸 就是有一個大師 他也是調那個公路啊 一些 那個蠻厲害的 然後我們待會介紹一支是 多米尼克 就是都很強的 其實都是很強的調香師 小邦的香師我覺得都 都有一定的水準 我覺得又不會很貴 就是他的價位還蠻剛剛好的 對 我覺得珠寶品牌的香水 調的都還蠻不錯 接收度也很高 沒有這麼的統計數字 還是 那個啊 放開牙包香水也很好 對 接收度也都蠻高的 對 應該說他們調出來的 就是比較大眾的接收味道 然後他的價位又在剛剛好的 那個不會太高 也不會就是 讓你覺得他的價值這樣 CP值很高 好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聞一下 這一支蕭邦的雪松 他名稱叫雪松嗎 對 他就是馬拉基雪松 他很喜歡用馬拉基 可是我覺得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應該就叫馬拉基 我在想 因為每一支後面都有馬拉基 他連蓋子都看起來那麼高級 金色配綠色有個珍貴感 好看 對啊 好看 他的那個 他那個大瓶 另外原本之前有另外一個 小斑的系列有沒有 他那個也那個 這個顏色的也很好看 對 這個很標準的雪松耶 真的 我覺得他每一個香彩 都讓你立即聞到 對 廣闊零零香豆跟雪松 對 而且但是我還聞到了一個 應該是有一個很清新的味道 果香帶著甜甜的味道 對啊對啊對啊 這個果香好熟悉啊 綠桿葡萄 綠桿雪松葡萄柚 對葡萄柚 葡萄柚 對因為他有點酸酸的 葡萄柚 但我覺得零零香豆一直竄出來 我手上的零零香豆一直竄出來 抽看一下他的香調 這感覺還滿舒服的 是是是 有一種沐浴在森林浴中的感覺 我覺得 又很清涼 還滿清涼的 對 但我覺得現在很舒服 很像是在湖邊 大山大水間的湖邊 看一下 有一個白色的私人的木屋 但是他走沒幾步就開始要進入森林了 為什麼是白色的木屋 因為我最近在看一些 網路上 漂亮的美景的照片 我現在要一直不斷的去看這些 刺激我一些對於嗅覺的聯想 我收集了幾張圖片 慢慢的在收集 進入我的腦海中 這樣我才有更多的畫面 可以透過說的方式 讓大家聞到味道的時候 可以有所聯想 那這個真的走沒幾步就進森林了 為什麼特別要講說在湖邊 因為 如果你陽光照下去的時候 湖面 開始這個 波光淋漓 它開始出現一些反光 那會特別打在這個白色的 木屋 哇 看起來就格外的明亮 這是為什麼用白色木屋的原因 好 學姐 那這個前料 目前這一隻 馬拉基 雪松 雪松 黃家雪松 綠藝昂 我覺得在我手上 其實一開始剛一噴 我今天聞到的是 那個明亮的彈 像就是薰衣草啊 然後水果的香氣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那個後段的零零香豆 零零香豆是不是就冬家豆 零香豆是冬家豆 好像是喔 對嗎 它那個天天的感覺就一直往上衝出來 但我的甜是來自果香的甜 是喔 我知道 好 那心裡呢 這一隻前料 我覺得它一開始聞 就有一個很明顯的 涼涼的那個涼感出來 不曉得它是哪一個香菜 有這種涼感 然後就有點像那個貼布的那種涼的那種 那種藥感的涼 是 對 還滿舒服的 然後帶一點 就是它這種感覺會讓你覺得 味道是很清爽的 所以你剛剛會有點想到白色 就是很乾淨 清爽的感覺 湖邊也會讓你有清涼 對 帶果香跟木脂香氣的感覺 還滿舒服 都在涼涼 有風的步道上 散步的感覺 對 我覺得它的液徑是清透透涼的感覺 是 那現在目前這個雪松味道明顯嗎 兩位 我目前聞到的好像融合在裡面 它沒有特別 我剛剛一開始噴出來我聞到 但它現在又跟其他香 香彩融在一起 對 對啊 所以有可能這個要明顯的雪松 會是壓在中厚調 至少我們現在前調聞到是果香 大過於這個雪松的味道 對 我覺得它的果香 可能葡萄柚 這些香氣還滿明顯的 是是是 不過可以 很明確 對這一支的味道是很單純的 你大概可以聞到 兩到三種的香彩的味道 非常具象而且很明確 對 大概就是三個在遊走 嗯 嗯 雪姨那這裡這支味道有沒有帶你到哪裡去 這支還滿適合從事戶外活動 嗯 森林啊 西邊啊 草坪 好適合喔 對啊 OK 就整個就是那個很舒服 然後很悠閒 吹著風的感覺 嗯 好 那零星綠的這一支 有沒有帶你特別去哪裡 就是這支夏天還滿適合的 因為它那種直接聞的時候它的那個 那個我剛說那種貼布那種涼感非常明顯 嗯 很適合走路走到腳痠的時候拿出來分享 喔 OK 有這種感覺 噴一下之後就不痠了 對對對 有那種放鬆的那種 這個味道會讓我聯想到那邊去 我不知道是它是哪一個味道是有這種感覺 絲薄嗎還是 不是因為都有可能 因為雪松跟絲薄或是像小豆蔻 嗯 你要看比例 有可能它的那個比例 調出來讓你有涼涼的氛圍 是 因為它又有葡萄柚 對 所以可能你就會有一個清涼感 對啊對啊 還滿舒服的 這還滿適合戶外活動的 OK 我覺得 好 那所以零星綠覺得說 這一支用在戶外的時候 特別是你 走這個 三間小徑 對對 走這個步道 爬一爬累了痠了 可以拿來 往腿上噴染一下這樣子 對 還有 還有那個 沒有 為什麼會讓我聯想到 因為我上上禮拜 酸痛感 我不是上上禮拜去走那個大甲媽祖嗎 對 然後走完 因為走 走超過12個小時吧 所以 我回家的時候我腿就很痠 就是 因為太久沒有走那麼長了 然後就拿那個 因為它沿路都有人送那個salon pass 是喔 對啊 就回家就 大概有五六片吧 OK 就拿來貼小腿 然後腿那個 凹凹的後面啊 大腿啊 喔 然後它那個撕開的時候 我以為那種涼感的那感覺 是是是 OK 你確定只有拿五六片嗎 還是五六包回來 沒有沒有五六片 它就是一片一片發燙 OK 好 但是學姐這一支 會讓你享用在什麼 時間點跟什麼場合 其實這一支算實穿的 對啊 你要我上班噴它我也OK 對 但是因為一開始那個很舒服的香氣 會讓我覺得從事戶外活動的時候 也OK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實穿性的香水 我會 用在白天 對 用在白天 對 然後我覺得現在夏天的白天也OK 是 因為它沒有到厚重到讓你無法穿它 然後它前面的清涼感又剛剛好 這一支其實男生女生都很可以 對啊 對不對 不分合你 而且它是去年的新香 真的喔 這一支是這個系列比較新的 對 但它因為它目前為止完全不含花香 沒有 所以你在聞的時候可能會 會覺得比較適合男生多一點 如果剛開始聞的啦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花香就是 因為女生比較喜歡花香 你可能會覺得這支 稍微比較木質調多一點點這樣 比較適合喜歡木質調的人 OK 對 那我現在也有聞到一些 開始聞到一些濾感 因為我開始是果香多 那雪松是包在這個果香裡面 慢慢的現在開始出現濾調 不過我可以很明確的說 這一支的池香絕對是久的 因為從前調你就可以大概 知道它的底牌在哪裡 你就知道這個是厚底的 這個會需要給它一點時間 然後包含我覺得它的池香 因為它還會是久的 對啊 我滿期待它後面會回到一個純淨的雪松 乾淨的 可以期待看看 乾淨的這種 涼感白色木頭的味道 好 那兩位還沒有什麼 想到要補充的地方 我想要看它後段的表現 好 那你是不是也要等它後段 待會見喔 待會見 拜拜 厚調回來了 雪松 對 厚調就是 我現在就是 明顯的葡萄柚雪松 葡萄柚雪松 我現在還是果香的雪松 那坦白說 前調到後調 我覺得它的池香跟濃郁度 是相當夠水準 它還是持續不斷的放鬆 果香 對 我覺得它的那個 變化沒有到很大 我覺得它就是那個前面那種 它的濃度可能在少個百分之十這樣 但是那個味道還是 我覺得變化沒有太大 在我手上 然後那個甜 就是雪松的甜跟果的那種 葡萄柚的甜 我覺得都有 比較明顯一些些 是 我是剛剛一開始 我沒有很明顯的葡萄柚 對 但我現在葡萄柚整個跳出來 所以我現在是帶著 葡萄柚酸感的雪松 葡萄柚酸感的雪松 嗯 還是滿清爽的 但是是清爽的 不是說很酸到 讓你覺得不舒服 是很清爽 清爽的感覺 對 很不錯 那它有沒有 是你會想要推薦給人家說 學姐我想要找一支雪松 那你覺得它這一支有 非常純淨的雪松嗎 不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適合 夏天的雪松 夏天的雪松 嗯 非常適合夏天的雪松 如果你覺得你對木質料很敏感 你不喜歡那個太木頭 有時候天氣很熱 你不喜歡太木頭的 對 這一支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它的果香跟木頭的比例 我覺得是各佔一半 是 所以你不會覺得只有木頭的厚重 你還有葡萄柚的那個清新感 對 所以這一支是非常適合夏天噴的木質料 OK 對 好 林欣妮那你會推薦人家雪松 找這一支嗎 這一支雪松 如果說跟那個 Varido有一支那個 北國雪松嗎 那一支比起來的話 這支它的那個果香的甜度 我覺得再多一些些 就是它那個雪松的比例沒有那麼的 多啦 就是跟那一支 比如說如果是 沒有那麼純粹的雪松 對 對 它可能沒有到那麼 白襯衫的雪松那種感覺 但這支它就是再多一些這種 涼感 是 跟果香的那種 清爽感 對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嗯 我的林欣妮倒整個不見了 喔 你的涼感不見 我一直都沒有聞到林欣妮 對 你們一直都沒有聞到 我的是有啦 我的也有 我這一開始有聞到 可是我現在聞不到 它現在變得反而就是 呈現出一個很 乾淨又清爽的雪松 OK 所以很適合夏天噴 那為什麼我要講說 這個也是跟林欣妮一樣 帶著涼感的 因為我的畫面其實是一直 在這個狀態中 對嗎 對 就像這張圖要呈現給你的一樣 它就是在湖邊的白色 木屋 然後呢 還有這個 這個走 這個叫做什麼 步道 對不對 哇 非常的漂亮 現在的畫面就是 我現在手上這個味道 我們來看一下 對 我們不知道什麼畫面 對 是不是非常到位 對 有這種感覺 多出去這個世界走走看看 你就會有很多畫面 OK 好 那學姐這一隻 你總分會給它幾分 9.5 9.5 9.5的原因 它實穿 實穿 然後 也有它的層次感跟特色在 那如果它 就它的字面上就是 它要表達的是雪松 那它真的又把 雪松表達出來 但又不會讓你覺得 只有雪松 是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對 OK 不會只有單一的這個雪松了 對 還蠻特殊的 那你這一隻 你會給它幾分 我也會給9.5 9.5 一個是 我覺得它的味道其實還蠻特別 就是 一個是獨特性 就是在別隻沒有聞過就是 它結合那種涼涼的雪松感 因為別隻有些可能雪松 它是帶微甜的 微微的那種 它不是像香草美食這樣那種甜感 它是帶一點青甜嗎 雪松它的特色是這樣子 就是很輕的那種木質香氣 但這隻它又再把這個涼感的部分 再多加重一些 然後又帶一點葡萄柚的那種果感出來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是 我覺得這隻的雪松比較不像是在 你純粹的把雪松木刨開來 然後聞它雪松那種 我覺得比較像是在雪松所 蓋起來的一個房子空間裡面的味道 對 就很像我剛剛那張圖片的 你就在這個木屋裡面 看著外面的湖光景色 還有這個綠色的布道 還長了幾朵花 那最好花還解了果 就是我們聞到的果香這樣 所以這隻我覺得它的特別的地方在這裡 它不是讓你欣賞純粹的木頭 它是要讓你欣賞這個空間 它是休閒的那種 是 我覺得蠻像在森林步道裡面 喝著一杯清爽的步道柚子 OK 這感覺 也是個空間 好 非常謝謝兩位 今天幫我們介紹這一隻 馬拉基的雪松 對 下次見啦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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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掰